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就是在墨尔本匠人 作为一个负责人 但是其实我对IT不是特别的专业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些经验和技术 也不是学这个领域的 所以大家如果除了IT以外的一些事情 有兴趣的去了解匠人 或者说去聊聊一些事情 可以来联系我 我是蔡蔡 下面我们来先了解一下匠人学院 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之前听过匠人 可以举个手 还挺多的是吧 然后有多少人没有接触过匠人 好可以 那就是我带大家简单的先 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匠人 不会特别占用大家很多时间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挺熟的 我们匠人已经两年多了 然后我们总部在布里斯班 当然我们在西尼和墨尔本也有自己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一些业务范围 也涉及到了塔州 还有坎贝拉 所以的话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在阿德 也有自己的一个团队和发展领域 那我们匠人呢 其实有很多方面设计 首先有一块是大学辅导 我们会招一些tutor给大家进行一些冲突辅导 另外一些呢就是我们一些大的培训课程 那培训课程的方面呢非常多 有数据方面 还有编程方面 还有一些就是刚刚提到的Java 还有现在呢还有一些BA就商业数据分析 这个呢是我们另一个就在我们公司旗下做猎头的JR Talent的项目 它主要呢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找到一个工作 或者说跳槽 还有就是一些免费的人脉积累 所以我们这边呢有很多比如说简历修改Moke Interview 还有一些面试技巧 包括说一些职位的内推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服务 这个是我们大学辅导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样的人呢其实比较著名的是一些社群 然后社群呢它有分很多类 我们比如说大前端群呢 还有算法找虐群呢 以及就是一些Python群 如果这些群呢大家可以免费进入 如果你们有兴趣在某一项或者某几项中 并且想跟大佬那个深入群里交流 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客服 匠人小萌或者匠人小可 跟他们说一下你们想进的社群 他们会把你们邀请到群里面 这样的话可能会更有针对性 这个呢是我们编程开设的一些班级 除了我们的Web入门 Web全站 我还有一些UI UX 还有DevOps 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涉及到AWS方向 然后我们的Nick老师会给大家分享 之后呢是我们的数据科学方向 数据科学其实我们比较针对的是 数据工程和数据科学两个方面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 一对一的是做数据分析的 那数据科学呢我们这边比较有名的是 老师会带大家打一个卡购比赛 相信有些人可能会听过这个比赛 他在数据领域在全球方面还挺受重视的 也有挺多含金量的 虽然今天就是分享 但是可能不是数据的主场 我们上午也办过数据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一会儿推完呢 也可以过来跟我聊聊 最后呢是我们还有DevOps和Cloud 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JRTallenge 一些猎头方向 我们不仅在澳洲的各个大小公司 以及在国内的一些公司都有对接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有跳槽 或者说是你有些经验 无经验刚毕业 想就是进行一些职位的内推 可以来就是问一下我们这一块的东西 上面的一些logo呢 其实是我们现在来合作的一些 就是公司 包括说我们老师也有来自于这些公司里面的 这个呢是我们导师来的一些公司 就在墨尔本可能我们Nab老师会特别多 然后在悉尼呢 我们有Commonwells老师 还有Facebook 在布里斯巴我们有亚马逊 还有谷歌 就非常多的地方 那当然就是在这边Nab 可能是我们这边大本营Headquarter吧 所以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Nab的福利待遇很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师跳槽到Nab了应该 那我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我们任何的社群课程 或者是说人脉搭建 都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我在了解 那下面呢 我就会想请我们的老师来分享今天他们的主题 那首先呢 我们会是Tiger老师来给大家分享 其次接着呢 是我们的锤姐 然后是我们Nick老师 最后压轴的时候 我们最高的龙哥 在分享完之后 我们会有食物和饮料给大家准备 大家可能会很饿吧 到时候 所以大家可以边吃跟老师边交流 可以吧 下面我就话不多说 把我们所有的舞台展现给我们的老师吧 好吧 这一位呢 是我们的Nick老师 然后他主要呢 是在Nab工作 稍后呢 在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他会给大家介绍 他现在从事的一个主题工作的大概内容 一些职位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就请Nick老师给大家分享吧 好吧 不好意思啊 那个前面那个 因为我有一些AWS那个网站的东西 特别要分享一下 但是现在这个可能有点问题 到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今天主要是讲一下那个AWS Service的一些东西 主要是通过一个简单的项目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AWS这个Service架构 然后实现还有一些他的那个一些monitoring 还有一些他的优缺点 大致的就是上了先说一下那个这个case 我们这个举的例子是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我们使用那个普通的微服务来设计的话 它大致长什么样子 然后接下来是看一下这些 如果在我们这个demo里面 我们用到的AWS Service的一些Service 最后是个demo demo我们就要到时候会行不行 这里缺一张图 主要就是我把这个需求 这个需求是什么 就是说是一个租赁系统 就是用户申请租赁的一个审制流程 那我把它分为四步 第一步第二步 它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系统 API的调用 它可能就是信用检查跟那个收入检查 就是说当你收入低于一定格度 我就不给你批这个租赁核同了 然后第三步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前面两步都符合了 那我就给你发一个contract 然后这一步的话大家都知道这一步是手动的 然后它的时间是不可控的 用户签这个合同可能是几分钟或者几天 几个星期都有可能 然后你这时候就需要把你整个流程给暂停住 最后一个就是当你签名签完以后就发一个 我要卡名买到 那我看一下那个如果我们用使用那个一般微服务的设计 设计的话它大致的一些组件 我们先从最下面看把它分为四个服务 然后前面老虎说了那个就是几个服务之间有互相交互 那我们这边就比较理想化 它就四个服务之间它是独立的 然后它只管自己做的事情 比如说Credit Check 你给它发派一个任务 就是它开始干活 做完以后我就Credit Check这个服务 它就会发布一个消息说我做完了 然后呢所有的消息它都会跑到一个MessageBus上 这个MessageBus就是一个消息的载体 就是之前说的就是微服务它有很多种那个交互的方式 比如说List for API或者是GRPC 它都可以我们这里用Message的方式 因为我们说到这四个Service它是互相独立的 所以你会需要一个我们叫Service Auction 它的那个组件来控制所有的流程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推错了就是 然后最外面上面的是一个API 就是整个这一个系统的路口 前单通过发送Request给到MessageBus发送一个消息 然后这个消息就是MessageBus上面它会有很多channel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无线电广播 对吧它有很多FM频道 然后我的publish我只管往这个频道发消息 然后我下面有多少个subscribe的 我根本就不用关心它 所以然后这个 然后如果API发送一个消息到MessageBus上面以后 这个Service Auction 他就会拿到这个消息 然后看到这是一个新的application 那我就开始行了 就是发送人第一个指令 就告诉CreditCheck 我开始干活了 CreditCheck做完以后就回复 我做完了 知道 同样的到这里 然后到了那个Country 三Country的这里的话 就一般分两种情况 现在对吧 一种是比如说online的 你是电子 电子合同 比如说DocuSign 还有一种就是现在 比如说你买房子签合同 还是走block 还是能要过去签合同 这两步 就不管怎么样 就是当你走到这一步的话 你整个这个流程就停止了 然后等到用户签完名以后 签完合同以后 你通过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散事自动化的 那你如果是手动 那个指示合同的话 你可能是一个手动的标签 那你就再发一个消息回去 告诉系统说我做完了 可以做下一步 基本上就是最后 notification发完以后 可能就Service Auction 再针对你这个application 做一个最终的 比如说CountrySign Data 数据评计一下就结束了 右上角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logging 一个monitoring 前面老虎有说过 这两个是微服务系统里面 就是地不合少的两个服务 logging就是帮助你做tripshooting monitoring的话 可以让你获取系统的实时信息 说注意一下罚值 有些像AWS的话 你可以做到 当你CPU或者网络代宽 到达一定罚值的话 它就给你的警告 你可以做autoscaling 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那种 这个测试 然后再接下来介绍一下 Service的一些优缺点 Service它主要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没有服务器 然后因为这个特征 所以它会带来很多好处 像如果你现 就是之前我们都是自己 搭建了服务器的 那么会有很多额外的事情 你需要做 比如说你的操作系统有patch 要打 那一般来说在正常的 正式的生产环境 你是不可能直接打patch 你肯定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克隆一个 跟生产环境一样的环境 是吧 同样的版本号 然后你开始打patch 打完patch 还做全能测试 是不是是不是通过 然后如果 然后机器 你每个服务器 它是有使用寿命的 使用五六年以后 你要换一个 你要换机器的话 你就要对 你的程序作为迁移 数据迁移 很多事情 然后当你那个生意做大了 你要扩容 不管你是scale up 或scale out 你都需要对那个 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说你的程序 重新需要deploy 你的数据 全部要迁移到 一个另外的新的服务器上面 当然你用serverless的话 基本上这个事情 可以帮你省掉很多 这些很多是你不可见的 一种human resource的cost 对吧 然后那个它的缺点也有一些 比如说vendor locked in 这些是大厂比较在意 不太不希望就是捆在一个 cloud provider上面 一般人会推荐 比如说multi cloud 然后还有一个是 因为现在serverless里面 像AWS的serverless 它的lambda 它最长运行时间是15分钟 所以当你要处理一些很大的task的时候 它可能是不适合 你可能需要去一个虚拟机来做 然后一个startup latency 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服务器 它所有的资源 它都是每次动态生成的 所以当你第一次去调用这一个服务的时候 它需要有一个code start 然后过一会儿demo demo上面应该能看到 就是说特别像网站 你上来第一次过了很长时间 你第一次去调用 刷新一个列表 平时你可能小于一秒钟 但是如果你多了20分钟 你再去刷一下 可能需要三四秒才能全都打回去了 这就看你就是你的DNS的需求了 这个是不是非常critical 但是Service做后台 后台background的job的话 非常非常适合 然后这个demo里面 我们用到的一些Service API Gateway就是前面说的 整个后台程序的路口 Lambda 它是一个function as service 所有的业务代码都跑在Lambda function SNS是前面说的messenger bus 它可以开很多topic 提供了那个publish 跟subscriber的功能 SQS是一个队列 它的工作机制是 当你把消息放到队列里去以后 它会被 那个SQS的话 它的工作原理是 当你把那个消息放到队列里去 然后被一个consumer 就是一个程序拿去使用以后 这个消息就不可见了 然后当你这个程序 就是处理完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都会 这个消息会被 这个消息会被 从那个Q里面点击掉 然后当 或者说当你那个程序出错了 这个消息就没有被正常的处理的话 这个消息过一会 就会被放回到Q里面去 所以它天生就有一个retrack的一个机器 DunableDB它是个noSQL 它可能和那个mongodb不太一样 没有mongodb那么好用 这个比较难用 然后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它有点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充当了那个service orchestrate的作用 那就因为lamb的function 它那个 它这个就是单元它就很小 它就只是个单元 那个function level的代码 所以你可能会有很多个function 在你的系统里 那么时间一长 你可能就完全就迷失了 这个这几个function 它之间怎么联系 然后这个function以后做什么 接下来做哪个function 完全会 可能会lost 那么step function它的作用就是 把你整个流程给串起 它是相当于一个work road 它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大概会有的就是说 比如说manual的那种操作 比如说fin contract 它最长时间可以等一年 那基本上可以符合市场上 大多数的业务 你能够满足那个业务的需求了 SES是它的邮件服务器 然后S3是它的object storage 它不是一般的能键服务器 然后它有一个作用就是 它可以host一个静态网站 然后通过lota53做一个域名解析 把你的域名指向这些S3 然后基本上这里的东西除了DynamoDB以外 其他的东西都很难 就是你如果是小型公司的话 你是很难就是备收费的 像那个Lambda它是需要跑100万次以后才开始收费 所以对于小公司来说可能起步会比较游戏 那么数据库它可能会比较贵 但是贵有贵的道理 因为它提供了你那个自动备份 而且它的备份不是说安天来算 它的备份是那个point 所以你每一条插入系统或者改动系统 它可以从这个点去来回复 那我认识一个在墨尔本市区开诊所的 他每天晚上做什么事情 每天晚上他就把那个数据库 拷贝两份到它的移动议团里面去 那是钱是省了对吧 但是它带来的问题可能会很多 每一天你移动议团坏了的话 就是一个大王子 然后你每天这个时间你这个上进去的话 也是一个价钱 所以最后看下来的话 其实不算贵的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demo里面 本来demo的这个系统的大致架构 左边的话就是那个frontend 就是一个react的那个webapp 放在s3的那个ductor里面 然后我有个域名通过lota53 53把这个东西串起来 然后他通过这个页面 发送request到api gateway 然后上面我标的数据就看得到 从上面走 第一个流程从上面走 上面走的话伸到lambda 就是api gateway会靠一个lambda 这个lambda做什么事情 首先把这个请求送到那个 把存到那个数据库里 然后呢 发送一个message到sns 发送到一个topic 然后通过这个topic 会被一个sqs的qssubscribe 然后会触发一个lambda function 这里的话其实就是说 理论上 理论上的话 我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那条线 你只能通过两个方式 去调staff function 可以通过家人 可能未来他可能会去掉这个线 然后最后是调调staff function 在方式里面我把前面两步直接 那个API的call 可以作为 它可以作为一个并行 所以同时进行的一个parall 的一个两个task 这有带来一个好处 如果说你有两个就是 耗时比较长的task 你完全可以同时跑 比如说你有两个menu的task 要跑一个每一个都要跑一个 每一个都要跑一个礼拜 如果你顺息跑的话 你只有两个旅行 然后你如果并行跑到哪个旅行 然后你如果并行跑到哪个旅行 就是到了sign contract以后 这个整个流程会停止 然后就像我前面说的话 可以等一年 然后这时候就等外面的事件更新 如果用户签完了那个合同 他通过不同的方式 都可以sign通过一个API的回call 那么如果你是只知道 那可能就需要人工的去点一下 就签名签完了 他去告诉这个staff function 你可以继续跑了 那这里的话 那下面这根线 我是说那个notify as contract sign 那这根线 其实实际上他应该也是走上面 他应该也是走sns sqs 他的好处就是说 后面会提到那个sns sqs的这个pattern的一些优点 然后最后就是到了那个 到了那个notification 他就通知SES去发送一个email 然后那个sns-sqs 这个用的比较多 然后中小那个比较小型的系统里面 我们可能会用这个 然后稍微大一点 我们就可能会用到kinesis 再大一点的话 我们就可能用卡不卡 它的一个好处是一个是就是border 就是你可以把任务分发出去 就是同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做完一件前面那个例子里面 我就说用户签完了 对吧 那么我有一个subscriber 我是说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流程走下去 但我可能还有其他的subscriber 比如说我要记录这些subscriber 这个签名的一些具体信息 我们能放到其他一个service里面 那么我可以通过这个bordercast的方式 来告诉多个application去处理同一个消息 它就可以就是复制同一封消息 发送到各个管道里 sorting sorting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不用sqs接在sns后 但是如果你不这么用的话 可能就是单网 那个sns一下子来了上百万个消息的话 你可能整个系统就border 可能就是因为你同时可能会触发很多的那两个分析 那么用sqs的话你可以接一下 然后加上sqs 它那个自动力try的那个特质 就可以把那个节奏稍微放低一点 还有一个task distribution 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说现在 因为现在其实还有一些legic system 它可能直接扔给你一个十几万条记录的包 那传统怎么做 我们原先就很早以前 我们怎么处理这种十几万条处理的包 在一个机器上我开16个线程 然后把那个十几万条处理的包 十几万条数据拆分成16个包 塞到16个线程里面去 他们全部分批处理 现在不这么做 现在你就是把这十几万条数据 你就拆成十几万条消息 发送到sns上面去 然后后面它可以起500个 这样的lambda function 完全是 但线程做不是说不行 对吧但是不那么优雅 而且就有一个问题在你 就是你在你机器上 你可能只能开十根线程 但你跑到一个服务器上的程度 开二十根线程 你可能就是 有时候你可能就浪费 那个机器的资源 没有可能就是你把那台机器给高垮 而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